神話故事 媽祖 我們上一集說到 宋太祖、趙康人建立北宋之後 為了鞏固政權,採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 另外,他也在大力發展經濟 一方面鼓勵農民開狠荒地以增加糧食的產量 一方面輕收水利以增加抗災能力 還有就是整治以變糧為中心的運河 一方面鼓勵漁業生產、海上運輸業和海外商業的發展 以增加稅付收入和轉運能力 所以在宋王朝建立之後 沿海一帶的漁業、水上運輸業和海外商業都得到了很快的發展 而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得天獨口的泉州 發展就更快了 早在南朝的時候 泉州就有了與國外的友好往來 到了唐代 泉州就已經成為了中國的四大海外商港之一 北宋時期、朝廷又在泉州設置了史柏斯 以便管理海外的貿易 並且在每年的冬夏兩季都會舉行 祈風濟海儀式 祈求海神保佑旅途平安 在南宋的時候 泉州一約成為了中國的兩大商港之一 與廣州並駕齊區 與七十多個國家有了海上通商往來 在元代 泉州與海外的交通運輸商務往來 已經進入到空前繁榮的黃金時代 而且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 並稱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 喬居在泉州的亞非各國商人是數以萬計的 當時從泉州出口的主要商品 就有陶器、瓷器、絲織品、茶葉、鐵、銅等等 而通過泉州進口的主要商品 就有香料、胡椒、藥材、珠貝等等 經貿是十分繁忙的 但是任何事情的發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 來自人思想認識上的阻力 就是重要的干擾之一 正如農民認為 三十六樣莊家為常 漁民也有類似的想法 他們認為只有打魚才是本行 除此之外 無論做什麼都是副業 只有立足餘業這個本職才是正當的形生 除此之外就是不務正業 在那些祖祖輩輩以打魚為生的 漁業世家的頭腦中 這種認識就十分根深蒂固 所以當海上商務運輸業發展初期 全州一帶從事商運的船隻很少 和這種情況成反比就是 隨著戰爭局面的結束 政治局勢的穩定 經濟建設上 由白費代興到白費驅興 漁業也越來越興旺 漁船越來越多 儘管漁民明知改出海打魚為商務運輸 給打魚賺錢 但很多漁民都認為 欺漁蟲商是一種很危險的選擇 甚至以欺漁蟲商為此 雖然由於種種原因 有很多漁船有時都要參加一些商務運輸 但他們大都有一條最根本的原則 就是以魚為主 兼營別養 林氏家族儘管也有二十多年的打魚歷史 但跟那些打魚世家不同 尤其是昔日的都巡檢大人臨願 雖然連近古稀 但畢竟曾經隨王半家多年 所以他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海上商務運輸 是對國際民生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業 並且毫不猶豫地勸先前以打魚為生的 二宿家族的小孩欺漁從傷 之前臨願的兒子林洪毅 已經是商務運輸中的青年行家 當二宿家族的臨時四兄弟共同聯手後 他們的影響力馬上擴大 對了,一年後就成為了海上商務運輸行業中 聲明顯赫的五條交龍 五交龍這麼出名 除了他們新強力壯經驗豐富 船多船大、情同手足等 別人沒辦法給的這麼多有利條件之外 更是因為他們對天氣變化的微卜先知 局外人都認為是他們自己有觀察天氣的豐富經驗 只有他們心裡清楚 其實這些都是七妹的功勞 林洪毅在五位哥哥每天出海之前都要向他們預報天氣 所以,臨時家族的五交龍一旦出行 幾乎每次都是風平浪靜的 有時因為特殊的情況 要冒著中途遭遇風浪的危險去出海 仍然跟當年出海打雨一樣 每次都能逢空化吉 兒子在事業上的一帆風順 使得林源和妻子王氏感到非常高興 但有誰知道樂極生悲,一場意外的悲劇發生呢? 悲劇發生在兒子頭上 問題卻出在女兒身上 一日中午,林源、王氏、林麥正在吃中午飯 大家一邊吃一邊萬不驚心地聊天 談論的中心議題就是有關林麥的婚事 林麥說她不準備嫁人,要在父母身邊 事後他們一輩子 林源和妻子王氏都說女兒在說傻話 因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自然而言的事 林麥見沒辦法講福父母 就推說自己是因為有病才不嫁人的 王氏就問了,你有什麼病呢? 就是翻風下雨時,有些手足失措 一陣就沒事了,過了之後又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並不會影響什麼 林麥說,這種起風即犯的毛病叫做風疾 雖然沒什麼後遺症,但也挺可怕的 奇怪的是,林麥的話剛剛說完,毛病就犯了 他把飯碗慢慢放在桌面 馬上進入到一種閉目疑神 或者稱之為閉目養神的狀態 一會兒之後,林麥的手腳就好像失去了控制能力 任意地揮動起來 這種毛病已經不止一次這樣犯過了 但在犯病之前也有預兆 在翻風之前,林麥就說自己有點不舒服 王氏一聽說就知道女兒的毛病又要犯了 就叫她到房間休息一下 到了房間之後才會出現手足失措的症狀 今天女兒的病,說來就來 令王氏和林麥都覺得懷疑 是不是為了證實風疾的存在和她的可怕性 而故意表演給我們看呢? 又不像假裝出來的,你看她雙手握拳,牙關咬緊 滿頭大汗的樣子,好像很難受 林麥也有同感,並大聲呼喚女兒 麥娘!麥娘!你怎麼了? 爸爸媽媽叫你,為何你不出聲? 林麥被叫醒後,很不高興地質問父母 你們為何要叫我呢?你們為何不讓我保護二叔家五位哥哥 安然無恙呢? 你二叔家五位哥哥做甚麼呢? 本來是有驚無險的,你們這樣一叫,真是要出人命的 林麥和黃氏聽說二叔家的小孩出事了,都不敢相信 二叔家五個兒子都是昨天一大組出海的,各架一艘大船送貨到福州去 並且計劃今日傍晚時份返回 因為這條航線他們走了很多年,不僅已經是輕車熟路了 而且昨天起航之前,林麥已經說過這兩天近海沒甚麼風暴 所以林苑和黃氏都不敢相信女兒的話 黃氏就問了,麥娘!你昨天不是說最近這兩天風平浪靜嗎? 林麥就說,他們根本沒有去福州,從台灣返回途中遇上了風暴了 我兩手各拉著一條船,兩隻腳各掛上一條船,嘴裡咬著一條船 本來可以保佑他們平安無事的 但你們這樣一叫,我為了回答你們,就只好說話了 一說話咬著那條船就被大風吹走了 看來大哥的性命真是難保了 別亂說,你為何會知道大哥的性命難保呢? 麥娘見這樣一問,只好老實地說出恩由了 原來林麥在家裡時每天一閒,就看著穿梭往返於靠岸的漁船之間 送水撿魚幫漁民做事,深得漁民的喜愛 有一天,幾艘漁船出海沒多久,風雲突變 一陣狂風巨浪雜泥,將漁船打到團團轉 林麥和很多漁女漁婦站在海邊,慘痛地看著那些漁船在風浪中掙扎 隨著風浪的肆虐,那些漁船慢慢被打成碎片 可憐幾十條剛剛才活崩亂跳的生命 都在海浪的暴虐當中變成了海底的冤魂 岸上的漁婦很淒慘地哭,皺罵著龍王爺將他們變成年輕寡婦 林麥沒有哭,她沉默地站在海邊 這次出海,她哥哥、她爸爸沒有去 但說不定下一次可能她爸爸、她哥哥都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連續幾個月,林麥都默默地站在海邊 她在觀察天象,測試風向 她要以她綿薄的力量從天象的觀察當中尋找出風浪的軌跡 拯救那些無辜漁民的生命 有一天,一位道長問站在海邊的林麥 道長問,小姑娘,你為什麼每天都站在這裡任憑風浪吹打? 你在做什麼呢? 林麥就說,我在這裡觀察天時風浪 我想保佑出海漁民不會被風浪所害 使他們能夠平安地回家 老道長很高興地說,善良的小姑娘 你如果真是有這樣的心,不妨每天在薇州島觀音國前的那口水井前 默縱觀音經吧! 七七四十九日後,上天必有所持 林麥按照老道長的指點,不管翻風下雨或烈日當空 都專心自製地每天對著水井重驚 四十九日後,只聽到一聲巨響 一股清煙直衝井口 井水面上慢慢地浮起了一本書,直接送到井口 這時候,四十九天前的那位老道長 亦適時地出現在林麥面前 將那本書拿起來送給林麥 他說:「這是無字天書 每當你翻書時,只需要口念觀音經 就可以從中讀至天下浪的起伏長程 為你拯救漁民提供方便的了。」 林麥知道這是神仙的點化 馬上雙七跪地,向南連扣了二十四個響頭 從此,林麥日夜手捧這本書 心中麥仲觀音經,日夜研讀 王氏見女兒這樣,就很擔憂地對丈夫說 親妹好像傻了一樣,每天都捧著那本無字之書在讀 好像失了魂一樣 說:「林願似有所不敢說,女兒長大了,大概是思念婆家了,你不要去追問她 以後為她找一戶好人家嫁出去就是了。」 半年後,林麥已經能夠尚知天上風雲變幻 下測海中氣候變化了。每逢風暴來臨之際,她便能夠提前來到海邊 告訴漁民不要出海,使漁民避免很多海難。 知道以上情況之後,王氏很擔憂地問林願 難道再沒有解救的辦法嗎? 究竟有沒有解救的辦法呢?我們下一集繼續說 中文智 jag